俗话说 脑袋决定口袋 决定一个人财富的 相比智商 思维因素更为重要 它就像是一种软实力 可以让人即使身处荒芜的沙漠 也能获得财富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 有人将我包得身无分文 丢在沙漠 只需要有一群驼队经过 不久之后 我又能建立起一座商业帝国 思维方式决定人的行为 行为则影响人生走向 好在 思维方式是可以锻炼和提升的 和富人一样思考问题 我们亦能得到命运的青睐 越懒惰越富有 韩非子 公民中 曾写下这样一句话 左手画圆 右手画方 则两不成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当目标过多时 便很难做到最佳 事分轻重 与其盲目勤奋 用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凿出许多前景 找到最重要的是 集中时间和精力 去凿出一口深井 懒惰点 批除和目标无关的情分 如此 便能避免陷入越忙越穷的窘境 一如有着中国最懒老板称号的陈大年 曾有投资人对陈大年说 年总 我们投了那么多的公司 我其他不敢说 但我敢说 你是我见过的CEO里最懒的一个人 每天工作六个小时 其他时间皆休息的CEO 确实很稀缺 而且陈大年不仅自己懒 还要求员工一起懒 不加班 不熬夜 周末双休 每天练太极 如果家庭和工作有冲突 那便优先解决家庭事务 也是在这样的集体懒惰下 陈大年用五年的时间 把研发的APP做到了九一用户 成为行业标杆 其实陈大年一开始 也不懂得懒惰 一开始创业的他很拼命 一年休息不到30天 每天工作15个小时 挂在嘴边的话 更是晚上12点开始开会 如此透支 让陈大年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他这才开始反思 发现成功的关键点 并不再拼命 我的想法 就是避免去做那些锦上添花的事情 而把所有的力量 全部集中在最核心的要点上面 这便是富人思维 哲学家培根说 选择时间就等于节省时间 而不合乎十一的举动 则等于乱打空气 人生百年有几 若想事事周全 便只能坐在夕阳下 看年光过境 不如让自己懒惰一点 不要企图攀登每一座高峰 做好选择 把时间交给最重要的是 干最少的活 得最优的果 真正的富人 从不会盲目努力 把时间和精力 用在刀刃上 成功才来得更快 福特公司的创建者福特也说 据我观察 大部分人都是在别人荒废的时间里 展露头角的 建立自己的时间价值观 不要企图予与兄长兼得 也不要把时间过多花费在目标以外的事情上 当你变得懒惰 只把精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 那成功也就离你更近了 越敏感越富有 在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 有一个片段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江和还没有开启创业之路时 骆玉珠就以凭借自己的勤奋和独到的眼光 成为首屈一指的袜子大王 看着骆玉珠火热的生意 大家会眼红了 纷纷要求陈江和也带他们找到袜子厂 与骆玉珠分一杯羹 陈江和却给大家提供了另一条赚钱的门路 卖猪皮手套 天气渐冷 手套不正是必需品吗 大家伙这才顿武 陈江和说 不是没有机会 试看你们眼里有没有机会 不是没有钱 试看你们眼睛里有没有挣钱的办法 这便是富人的思维 所谓不破不立 做事学会敏感 欲试多动脑 与其安于常态 温水煮啊 不如打破常规 创出一条康庄大道 人生罪异 不过安于现状 但这也罪易被生活所抛弃 人生在求 不所合祸 不安于现状 不甘于平庸 敏感一点 破常规 方乃成功之道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 便是一个善于打破自己 不安于现状的人 王石当过运输兵 做过锅炉维修工 还在铁路局工程队工作过 而他的第一桶金 却来自玉米 王石通过考察 发现玉米饲料生意的独特性 只要解决交通运输的问题 销量不成问题 于是他放弃了当时最畅销的台湾 折叠散和日本味精 一头扎进了倒卖玉米的生意 短短几个月就挣了40多万 他的玉米生意一开始很顺利 但好景不长 当地发生了肥鸡丸事件 经媒体报道 鸡饲料中含有致癌物质的消息 像长了翅膀一样 一时间 肉鸡失去了市场 玉米饲料已没有了销路 王石最终不得已把库存的玉米 以400元一吨 低价格低价处理 不仅赔光了之前赚的钱 还倒贴了70万 就要是一般人 一定不敢再碰玉米生意了 可王石却反其道行之 经过再三考虑 他敏锐地察觉到 玉米饲料的市场 并没有触及天花板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在玉米交易不景气的当下 将大连 天津等地的玉米库存全部收回 最后一共订了三万多吨的货 王石赌的是 人们不会一直不吃鸡 玉米还有市场 这一次 王石成功了 没多久 媒体辟谣 关于鸡的异常抵制 就此解除 王石收来的玉米被一扫而空 有了第一桶金 王石没有继续玉米生意 再次体现出 他不安于现状的特质 敏感转向科教仪器业务 创办了万科的前生 画家布莱克说 打破常规的道路指向智慧之功 果然如此 不安于现状 懂得创造的人 更容易获得成功 网上有一个词语叫顿化自己 当我们安于现状 被动承受诸如生活 工作的压力时 总是会被疲惫 挤到没有时间思考 久而久之 便变得麻木无味 被顿化的人 很难拥有清醒的认知 去规划人生 更不能保持敏锐的触感 去打破常规 突破自己 所以 尽可能地锐化自己 对新事物敏感 保持长远独特的眼光和见解 对自我敏感 保持准确的认识 对生活的苦难敏感 保持热情和勇气 如此织步 安于现状 才是富人思维带来的冒险精神 这样的精神 让人更易抓住机遇 越亏本越富有 很多人 无法获得想要的财富 是因为他们只想收获成功 分享果实 却不想体会过程的艰辛 于是 越是近在眼前的利益 越容易被狂热地选择 越是需要长期投入 才能获得的成绩 越容易被忽视 就像一则故事中所讲 在一个缺水的村庄里 有两个小伙子 同时发现商机 把远处河中的水 弄来卖给村民 只是 如何把水弄过来 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一个小伙子 找来两个桶 每天挑水卖 另一个小伙子 则请了几个人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修出了一条水管 就在前者笑话 后者几个月没有收入时 后者的水管通水了 大量的水 卖给村民 不仅轻松 收入还是前一个小伙子 望尘莫及的 更鲜明的对比是 前者不挑水 便没有收入 后者就算躺平 也会有 源源不断的税后收入 这真是眼界决定高度 当一个人 可以放下眼前的利益 选择吃亏 甘于付出时间和精力 去做长远的规划 延迟满足 精心等待时 复利效应便会诞生 就如中国传统史学的 开山鼻祖 左丘明所说 君子物质大者远者 小人物质小者近者 把眼界放宽 考虑事情长远些 能够去为了长远的目标 潜下新鲜投入 如此 成功不远矣 这亦是富人的思维 曾有研究表明 很多创业成功者 在上大学时 往往不会选择容易上手 重复性比较高的工作 他们更倾向于有挑战性 能成长的工作 这让他们在实践中 学会如何组织 交流 甚至运作 更让他们明白 时间不是金钱 与赚钱比起来 让自己值钱 才是更有价值的事情 原腾讯副总裁 吴君在 《我对年轻人第一份工作》 的建议中也说 第一份工作 哪怕工资比在 其他公司低 20%工资 但如果有很大成长空间 也要选择留下来 因为它可以让人 快速成长 如养成好的职业习惯 获得优秀的专业技能 或拥有纵观全局的能力 看上去工资低了 是一种吃亏 实际上自我得到提升 自己更加值钱 这即是最高级的存钱方式 把眼界放宽 不应眼前的利益 去做重复之事 给自己一点时间 规划未来 充满希望 把格局放大 不应计划的遥远 而轻易放弃 给自己一个机会 提升自我 笑谈人生 与其赚得一份辛苦钱 不如多做 让自己值钱的事 让财富主动找你 古神巴菲特的搭档 查理芒格说 富有的人生 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理论 只需要以一些简单 可操作好的观念 作为引导就好 这种观念 便来自富人的思维 少定些目标 少做些不重要的事 懒一点 让自己的精力更集中 不沉迷现状 不畏惧未知的挑战 敏感点 让自己更勇敢 不只看利益 不放弃提升的机会 吃点亏 让自己的价值不断增长 成功很难复制 却可以借鉴 尤其是底层逻辑 思维是无形的 却可以创造出 有形的价值 点个 再看 愿我们皆能在思维的转换中 有足够的底气 抵御人生的风险 把握命运的风帆 成为真正的赢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